好的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为您要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国时报的社长王美玉 美玉社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好的 社长我们今天想要请教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马英九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 他要求说除了美牛法案以外 他也希望证所税 证交税相关的法案 能够在这一个会期 也就是说在六月之前 能够三读通过成功 那我们一般是晓得是说 如果依照正常的这个法律的 这个审议的程序的话 在这一个会期 绝对是不可能让他三读通过 除非你要增开临时会 或者是延长会期 可是现在马英九这么说了以后 第一 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第二 真的做得到吗 他背后考量非常简单 因为证所税有预期的心理效应 从财政部在延领这个法案的时候 一直到行政院院会 通过到送立法院这个期间 将近两个月 台湾的股票一直跌 大概跌了一千点左右 因为你如果这个政策不明朗 那这个比如说中石户 大户 就是光旺 外资撤走 那么这个散户都套牢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政策 推出来到目前为止 虽然包括本报的民调 虽然包括行政院民调 有六到七成的人支持这个法案 因为所谓的公平正义 你只要赚超过四百万一年 你在股票市场里都知道 超过四百万就要磕税 那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有 脚中锁税的话 你大概知道大概薪水 大概一年收入只要四十万 就得缴税 更不要讲他说 净赚四百万还不用缴税 所以所谓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来讲 是应该要通过这个法律的 但是我就讲到说 任何法案的改革 政策的改革 都有所谓既得利益者 以前我赚一千万都不要缴税 但四百万不要缴税 为什么现在开始要缴税 所以这个大户 可能就有些人退场观望 让这个股票跌 施加压力 比如说这个包括券商 然后给立法院压力 所以才会立法院 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说如果你证锁税 要磕的话 那你证交税是不要降 证交税法定的税率 是千分之六 目前我们只缴千分之三 所以有人就喊到说 我要下调到千分之一 所以马英九就讲了说 证锁税的实施之后 它不能影响到 就是说你积增成本 不能高于税收 换言之说我证锁税 如果缴的不够成本的话 那这个税就没有意义了 对就是不要得不偿失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 它要有一个期限 如果你没有期限 就完全无法预期这个终点在哪里 的ending在哪里 那人民就是不敢进股票市场 那你看本来绝大多数人 是支持这个法案 但是很多的散户 其他一年赚不到400万 但是因为它进场被套牢了 它被套牢了 它就怨声载道 它也就跟着 被牵着鼻子走 就跟着抗议说 你这个税不对 你这个证锁税不对 事实上本来大家都认为 对的东西 就是它不能再拖了 那能不能过 那当然要看既得利益团体 还有这种拔河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大多数人 就是说只要是纳税 他们都知道这个税应该要磕的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台湾的贫富差距非常大 你只有从富人里头 多磕一点税 才能够米平那些 比较中产阶级以下人的 心理的不公平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税负里头 中所税里头有75% 是来自于一般受薪阶级的 综合所得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赚一毛五块钱都要磕税的 除非你是低收入户 所以这样子相对是不合理 所以这个政策就是说 他会不会通过就看说 立法院里头 利益团体的游税 那种拔河 我知道国民党 光是国民党立委 就有好几个版本 在等着要去整合 还有民进党也号称 要提出他们自己的版本 民进党前财政部长林全 本来就有提出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比刘毅如还要严苛的 换就是说救援磕税 就是你只要有买卖 就要磕你的税 那刘毅如说 只要赚400万我才磕税 那么就送到立法院去拔河吧 那这个当然要来自于 就马政府对政策的说服力 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把政策讲清楚 说明白 讲到这个说服力的话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看到今天的这个报章杂志 报道了以后 马英九是有说呢 第一这个案子要过 但是他又说呢 排上议程很重要 但是内容是怎么样的话 会尊重立法委员 所以呢 现在就立刻回到 您刚刚所讲的那一点 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的拔河 所以我们就不晓得是说 这案子呢 如果送进了立法院里以后 它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 结果当然是折冲嘛 就是说七折八扣嘛 比如说我在怀疑 比如说民进党那个 不敢承认林权那个版本 是他们的版本 他说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再想一个版本出来 那林权是说 你只要有所得就要磕 那刘亦如说 你赚400万我才磕 那有可能立法院 就提出一个更高的门槛 我赚1000万 年收入你在股票市场 赚1000万我们才磕 那不就更难了吗 赚1000万人毕竟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所谓 他尊重立法院是这一个 行政院的政策跟法律案 送到立法院 当然立法权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要怎么做 我就讲说 所有的利益团体lobby 去里头嘛 拉来拉去 我游说来游说去 到最后就表决嘛 民主政治就是这样 民主政治最大代价 就是没有效率嘛 还有compromise 没有办法 而讲到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 关于这个版本 会不会被wash down 就是会不会被七折八扣 那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就是这个社长您所讲的 一定是不得不的 但是呢 这个刘亦如他个人的讲法的话 他也被记者问到了 那他认为是说呢 第一 他完全没有 所谓的七折八扣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跟他讲 而且呢 他当然就是照他 自己财政部的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 去说服人民 然后第二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 就是立法院长 王金平 他对这个问题 他的态度是第一 就是这个会期要过很难 然后第二呢 就是尽管 马英九以国民党的主席 对外宣誓说 要放在这个会期里面 但是呢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说法是 他没有听到 马英九这么说 那这就是 府院党的沟通 出了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说 立法院龙头 当然是王金平 那王金平跟 马总统 向来就是 有一点点 你说他心结 好像是有 他们两个不承认 那么你这么重大的法案 不管是 其实不管是证所税 或是美牛案 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他一定要去修法 所以他在 所谓中三会报 或府院党会报里头 他一定要把 立法院的意见纳进来 那他昨天是找了党编 包括党籍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去协调 那是不是也有请议 就是我觉得这个礼貌上 还是要跟立法院的 就像美国国会的议长一样 你要跟他讲 我们这次一定要过 参中两院的议长 都要来帮你背书 或怎么样 所以这一点里头 就是马总统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他过去 他吃这种亏 就是马王心结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 那已经就是说 他新的任期到目前为止 被人家认为都要快要跛脚 尤其立法院是脆弱的多数 脆弱的过半 只要有三五个人跑票 你可能这个案子就过不了 所以这个第一的 当然要摆评 立法委员不同的意见 还要摆评 王金平院长的不同意见 那有关于刘毅如的讲法 他当然是要利手 他财政部的一个版本 但是其实一般国家都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部会首长 你的法案到立法院里头被修改的话 要么你就接受 要么你就辞职 所以刘毅如讲的也相当保守 我觉得他们是嘴巴上 当然不能承认说 我会有让步的空间 那实质上我认为 他们应该有让步的复案 好 那最后呢 关于这个议题 想要起教社长的就是 您认为在这一个会期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通过这个证锁税 我觉得这可能要跟美牛来看 如果以民进党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说他世事杯葛的状况来讲 如果国民党只能二选一 我觉得可能美牛会被排在前面 因为那个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太重要了 我们常讲施政要priority 那当有大多数的散户就被游说说 你也被套牢了 这个案子对你不好 散户都担心受怕的时候 那这个案子会不会就锁在 放在立法院就无限期放下去 好像马英九也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立法院不审 我也没办法 就像二代健保嘛 搞到最后变成1.5代健保 没办法 而最后还要再谈到的一个呢 就是刚刚突然想到的 就是马总统您刚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马王心结 那这个马王心结 当然其中的一个面向 就是双方的沟通出了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讲到 沟通出问题的话 事实上马英九 他今年在这个油电双掌也好 镇索税也好 然后乃至于美牛的问题也好 事实上他都有一系列的 所谓的沟通问题 所以这个沟通问题呢 在至少在马英九本人的话 他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而且并不是只跟王金平相关 那如果说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任开始的未来四年 您有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乐观的期待说 马英九会就沟通这个方面展开跟过去不一样的做法 也就是说他有进步 我觉得马英九就是你对他应该要有期待 但我不敢说这个期待一定会落实 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你如果 马英九是他已经做了四年的总统 他吃了很多这种亏就沟通不良 他不要说跟民进党沟通 我就是想说两岸都可以签ECFA 你跟在野党的领袖对话有那么难吗 我记得在国民党内部他跟王金平 就是那时候就讲说两个人因为选国民党主席 种下心结以后两个人为了沟通这回事 就吵了半天 哎呀我打电话给他七次了 我说要去见他了 讲来讲去就没有真正的踏出那一步 为了不做困仇承 为了让行政院的政策不能说出不了行政院大门 马英九这一点他必须要去学习 也必须要学会沟通这件事 好的对他来讲 他就是必须要往前走 并没有这个不学习的选项 而另外我们还要继续关心的 就是这个全球的青年失业率 现在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都晓得欧盟的国家 有些地方的失业率几乎是到50% 就是两个青年就有一个人失业 而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是国际劳工组织 他们警告说去年全世界 全世界青年的失业率是12.6% 就几乎是有7500万人失业 而且未来的这个四年不太可能会改善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第一 为什么这个全球青年的失业率这么高 尤其是在欧盟国家 像这个希腊也好 西班牙也好 就是三个人就有一个年轻人失业 还有四个人就有一个年轻人失业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这是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出了问题 都是以开发国家最多 你要看那个青年失业率里头 在东亚国家它还算低的 在欧盟尤其是欧盟太可怕了 你看西班牙46 然后英国大概50 非常高 即使是英国的50 就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受困 所以这些政府就推出一个 所谓尊结政策 我如果没有记错去年还前年 法国包括就是说退休年龄 从60岁延到62岁 所有年轻人上街头 大学生抗议暴动 为什么呢 因为老的不退的话 新的人进不来 所以就是何其悲哀 你看像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现在年轻人跑到国外来 不想回去 因为没有工作机会 你看希腊也一样 五成的人没有工作机会 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 就是说整个经济发展到 一个既定的规模 如果他没办法突破的话 就年轻人 还有年轻人他个性有关系 我们叫尼特族 什么不学习不就业 也不想找工作 也不升学 那这种就是靠 啃老族就靠着回家请父母帮忙 这也有年轻人一个个性问题 但还有最大的就是 真的是失落了一代 我们整个全球化之后 这个人才是到处串流了 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 你又不肯再学习的话 你几乎没有工作机会 那相对来讲 我觉得对台湾 也是蛮触目惊心的 我们自己的数据来讲 我们的失业率大概 整体失业率大概4.18 创新低 但是我们的青年失业率 也大概12.2左右 在全球的所谓青年失业率 12.6左右 我们不低 我们在亚洲国家也算高 亚洲国家我在讲 东亚国家大概不是8或6 不是8到9中间 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 就是说教育单位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如果你大学生满街走 博士生满街走 出来还找不到工作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出了问题 我们的供需就出了问题了 就是说你的经济结构 跟你的教育结构 是没办法link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教育政策上来讲 也必须要有所因应 对 而且您讲到这个失落的一代 是事实上有点就是 surprising和shocking的就是 因为在台湾跟日本的距离很近 然后我们从这个1990年代初期开始 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 burst掉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这20年来 日本的经济基本上是在一个停滞的状态 然后又所谓的这个终身雇佣制 也已经不存在了 而这20年呢 这些日本的年轻人到处都打工足啦 或者是啃老足啦 住在家里不出去啦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年轻人 有所谓的失落的一代 但是照这个社长您的观察的话 在这个西欧这个失落的一代的这个程度 和严重性似乎还要更大 而且又讲到这个台湾 您刚刚点到的就是 台湾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12.2%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比其他东亚国家的8%和9%还要来得高 那您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 相较于临近的国家 比如说是韩国的话 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整个的企业跟高等教育 当年我记得我们大学录取大概三成 现在大学录取大概99% 97%到99% 那因为很多的专会学校就直接升大学了 可能他本身的条件也不够好 失职也不够好 那我必须告诉大家 很多大学包括少子化之后 他已经招不到学生了 更不要讲说他有优秀的失职 所以整个大学教育是失衡的 那再跟东亚国家来比 你比如说像印度 他们很多的IT产业 他们正在蓬勃发展在兴起 而且他有很多的欧美国家的 外包的工作是跑到这些国家来 是他们在做的 那台湾相对之下 我们好像比较没有 那么更悲哀的是 我们有一群还蛮优秀的年轻人 他因为有double pay 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在台湾 台湾它有一个现象 我们必须去证视 其实大概两三年前 那时候因为金融海啸之后 不要忘了有22k 那个22k就是政府 发现大学生他没有就业机会 他就请企业 你请一个大学生 我给你两万二 那换言之 就把整个大学的薪资 给打下来 22k 那像这个现象 就是说他可以在失业率里头 是粉刷了一下 粉饰了那个失业率 那事实上有很多孩子是很委屈的 他毕业之后 他领的是两万五 那毕业有稍微好一点领三万五 那我请教大家 就是说你现在 在这个所谓屏幕差距这么大底下 那个在台北市 如果他是他家住台北市 他领三万了 还OK啦 搭个捷运 如果他是中南部来领三万 他如果要扣掉房租搭捷运的钱 根本没办法 没有办法 还搞不好父母要掏腰包 资助他 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问题 我们的数字只是个假象 你看到12.2 但你没有看到这些孩子 他可能白忙穷忙一个月 存不到一块钱 好 一个最后一个简短的问题 就这个议题来说的话 您认为就是马政府 有没有办法采取短期的政策 可以导正目前这个青年失业率的问题 短期的政策 短期政策有啊 其实那个22K之后有什么28K 什么K一大堆 然后那个 他也有很多的所谓在职训练 是 青府会也有创业的一个贷款 但你看我今天有看媒体上报道 就很多他给你第一桶金 让你去创业 其实他如果没有配套措施 反而害孩子们去背了一个债 就是说 因为他大概以为说 我随便就可以去开个咖啡厅 我就去给你带了一百万两百万 来创业贷款 然后钱烧关了 什么也没 而且还要还贷款 所以他一直说你对这个创业的贷款 你是应该去支持他的 但是他有一个配套措施 你比如说他有拿到一个license 他已经可以调酒 他可以煮咖啡煮的 已经有一个执照或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 其实他转 其实马政府我必须很坦白的说 因为他要总统大选 今年1月要选举 所以他有很多的短期就业配套方案 那些方案其实民进党以前也做过 在就业率不好的时候 他就以公代正什么一大堆 或者是有风灾水灾的时候 为了要让大家有一点前脸 或者说为救灾的问题 就很多这种短期 其实办公室根本没事做 就请个两万块给你扫个地 不过话就是说回来 就是陈如社长您所说的 就是尽管是有所谓的配套措施 或短期的措施 但是这个配套要真正的 有配到套才行 不然的话 这所谓的这个降低失业率 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